各位来宾大家好 下面由我来做Commanda的讲演讲 本期主要介绍Commanda的工业特性和社区发展 我们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慈一恒 一直致力于将开源产品更好的交付给用户 同时也将用户的真实需求 输给社区然后推动社区开源产品的更好发展 原位这么乱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Commanda 一款开源的云原生的多云容器编排系统 首先我们看到Commanda采用的是 除那些是兼容的API 大家可以轻松地使用 不是要对现在既有的系统做的太大的改善 第一次还可以开箱使用 随着Commanda的迭代 我们已经将很多场景的策略 都内置到Commanda当中了 第三还没有任何的互云商锁定 所以你可以用它来管理 任何一朵云上的集群 第三后一点 它是具备多样化的调度策略的 让我们可以轻松到跨集群 跨可用区 然后跨区域的去解决高可用部署的问题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做集群容器编排的发展历史 早在2015年的时候 容器联邦这个概念已经 并发布了V1版本 这个版本相对的门槛比较高 随即2018年的时候 发布了V2的版本 大大降低了门槛 但是由于后面投入不足 然后就没有呈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 到2021年的时候 CMDA开远了 然后成为CNCF的沙向级项目 然后随着两年多的迭代 在去年我们竞争 去年年级的时候 我们竞争成CNCF的孵化级项目 下面给大家 授一下CMDA的整体的架构 大家可以看到 左上角的蓝色部分 是我们CMDA的控制面 它看起来是不是像你了Kronikis 是的 它采用了这个 兼容Kronikis API的方式 通过对高度器和控制器 做一些调整 然后让它可以纳管下面 所有的这个群是这样 然后右侧是它的一些功能 后面会收到 下面我们来一个例子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侧 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 一个Kronikis原生的 Department的一个压谋声明 然后假如说你想部署一个 多可用区高可用的一个加谋 你可能需要把它改成好多份 然后分别的在不同的集群里 但是现在如果你使用command的话 你只需要添加一份 旁边的这种策略声明 就可以顺便把你的这个 NGIS做成一个 多可用区的一个高可用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reveal一下 整个的这个command的一些新功能 首先是集群管理 它支持公众云 所有云和编辑云的一个统一的管理 然后在不同的网络情况下 你还可以使用push和push 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 然后它的跨云部署 让我们使用command的原生 API和您现在既有的CRD 大大的提高了 应该在多云发布的时候的 运维的可用性 这些使用了一件内置的传播策略 你可以实现比如双活 远程带云恢复等 然后跨云级别的应用 可以做到这个故障的自动转移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集中化的一个管理 可以给大家一个选举的视角 去管理你所有 看到你所有管理的资源 另外一个提供的功能 是它支持多集群的一个service 它严重的提供了跨集群的服务发现与调用 下面是我们整个command的一个发展情况 大概是21年4月的时候 我们整个command的开源 同年成为CNCF的杀箱级项目 然后在我们做到了一个高可用 和百级的一个测试报告后 又在去年年底变成了CNCF的服务发项目 随着整个社区的快速发展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Ghub上 已经有4000多个star 然后有100多个版本 来自70多个公司的 70多名代码贡献者 和我们项目组内 80多位项目成员 和30多名代码审核者 和8位代码维护者 这张图转现的是我们目前使用command的这个职业公司 OK 然后今天就分享到这 然后希望大家对多集群编排感兴趣的嘉宾 多多关注我们 然后也希望现在在使用command的伙伴 一块加入到我们当中 然后让command变得更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